下面咱们来学习第三章专利保护 那么这张相对而言内容是比较多的 而且它也比较的重要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对吧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它的考情情况 那么在2020年里面 这张它考的分值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看一下 总共考的题数是十道题 相较于前面两张 咱们说是有一个大幅的要升 那么其中单选题就四道 然后多选题也是四道 咱们知道多选题一题是两分的 所以说多选题就考了八分 然后案例题还考了两道 那么这样一来有四分 总共考了十道题 占的分值是十六分 十六分这个分值呢 咱们说是相当高了 是吧 如果说那是六十分及格 那咱们说呢 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分值 所以说呢 对于这张呢 需要呢 大家的去重点的去把握一下 那么首先呢 咱们来了解一下 这一张它的教材结构 那么这一张呢 总共呢 分了四节 看结束的话呢 咱们说东西并不多 讲了是四个知识板块 分别呢 是专利保护的范围 专利纠纷的类型 专利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以及呢海外的这样一个专利保护 那么专利保护的范围这块呢 它主要是决定 就是你这个专利权呀 你不是获得了一个专利权吗 那你这个专利权权利的内容 到底是哪些 对吧 我们前面讲第一章的时候 咱们说了 知识产权呢 它呢 是一种的法定的权利 那这个法定的权利体现在哪呢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权利的内容 是有法律规定的 所以说这儿呢 它解决了首先就是你这个专利权 你的权利内容有哪些 那这块呢 它讲了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原则 以及呢 发明和实用信息 和外观设计 它们各自的这个专利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板块呢 讲的是专利纠纷的类型 那这块呢 它主要讲了四个啊 分别的是专利的权属纠纷 专利的侵权纠纷 专利合同纠纷 以及呢专利的行政纠纷 那这块内容虽然多 但是本身呢 其实呢 理解起来并不难 但是这儿呢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 在2020年考试里面呢 围绕着专利纠纷的类型啊 这块考的可不少 咱们刚才说的十道题里面 相当一部分都是围绕着专利纠纷的类型 这块来去展开的 那第三个知识板块呢 就是专利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了 前面呢 是讲了有哪些纠纷 对吧 那纠纷出来呢 你得解决呀 那这个纠纷的解决机制呢 其实呢 是很多的 在这节里面呢 咱们呢 教材啊 重点讲的就是三个东西 分别呢 是行政裁决 专利诉讼 还有呢 专利仲裁 那么其中呢 行政裁决和专利诉讼呢 是咱们前面说的 那个二元保护机制的内容 相较而言呢 这里呢 咱们说呢 行政裁决 它呢 更重要一些 在咱们2020年考试里面 考的会多一些 那么专利诉讼和专利仲裁 咱们说呢 也重要 但是呢 相较行政裁决呢 要稍微差一点 然后第四个知识板块呢 就是呢 海外的这样一个专利保护了 那这块呢 就讲了两个东西 一个呢 是海外专利纠纷的类型 另外一个呢 是海外专利纠纷的应对 那么这块的内容呢 它呢 在2020年的考试里面呢 也是有所涉及的 那以上呢 是咱们这一章的教材情况啊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进入到 本章知识点的学习 那么第一节呢 也是第一个知识板块 是呢 专利保护的范围 那这一节呢 它讲了呢 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呢 是专利权保护范围的 确定原则 第二个呢 是发明和使用新型 它专利的保护范围 第三个呢 是外观设计专利 它的保护范围 那么其中呢 专利权保护范围 确定的原则呢 咱们说呢 相较而言啊 就是它是一个介绍性的东西 但是它可考性呢 相对还高一些 是四个知识点 是四星级的考点 那么第二个呢 发明和使用新型 专利保护范围 以及呢 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呢 它们两个呢 其实可考性也是比较强的 但这块内容呢 我们呢 在第二章呢 其实呢 多多少少是已经有所学习了 在哪学习呢 就是在那个专利的申请文件那块 我们呢 其实已经有所学习了 所以说这呢 咱们把它呢 做一个三星级的考点 换句话说呢 这两个部分啊 就是大家呢 在学习的时候呢 要联想我们第二章学习的内容 然后呢 去联想记忆啊 这样的话呢 可以呢 事半功倍 好 下面呢 咱们就进入到本节内容的学习 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知识点了 是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原则 首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呢 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 以及呢 这个专利权保护范围确定啊 它的意义 所谓的专利权保护范围确定呢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确定一下 你这个获得专利权之后 哪些是你的这个专利权的权力内容啊 那这个专利权保护范围确定的意义 是什么呢 就是说确定了这个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后啊 它的作用是啥 或者说呢 它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对吧 那么这个意义呢 体现在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说呢 专利申请的 已经授权公告呢 就应该啊 有确定的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确定下来干嘛呢 主要是为社会公众呢 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预期啊 这句话呢 什么意思啊 简单的说呢 我们在前面学习过 说呢 专利啊 特别是呢 知识产权 对吧 它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叫做呢 专有性 或者说呢 专有权 这个专有权体现在哪呢 就是只有它自个儿能够呢 使用 对吧 除非呢 是法律呢 有特别规定的 否则的话呢 你要享用人家的这个知识产权 包括呢 咱们这里的专利权的话呢 那是应该呢 经过人家专利权人的同意和许可 才可以的 否则的话呢 那就侵犯了人家的专利权 那对于呢 专利权之外的人而言呢 那么我们说呢 就是他呢 得知道 哪个是你的专利权 打个比方来说 那就是说呢 要把你这个专利权 对吧 然后呢 把他这个范围呢 给他界定下来 界定下来之后呢 那公众一看 那就知道了 在这个界定范围内的 那是人家的专利权 我要使用的话 那我呢 得经过他的同意和许可 但是呢 这个专利权之外的部分 这些技术方案呢 那不是他的专利权 我使用的话 我不需要经过他的 同意和许可 我自己呢 可以直接就用了 对吧 那咱们说呢 专利权保护范围 确定下来之后 给公众提供的一个预期 就是他知道 哪些是可以呢 直接用的 哪些是需要经过 人家的同意和许可之后 才能够使用的 但是如果呢 就是只是获得的 一个专利权 这个专利权全分地 范围到哪 不知道 那公众呢 就无所适从 不知道哪个呢 是呢 需要事先经过 人家同意和许可 才能用的 哪个呢 是自己呢 可以呢 不仅同意和许可 就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说呢 他呢 就是为社会公众呢 提供一种明确的法律预期 这个呢 就是说呢 就考试而言 大家呢 记住这句话就行 但是呢 大家呢 如果理解了 咱们说呢 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用去记 是吧 就是这是一个 一个公众呢 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首先要考虑的 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是确定呢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呢 是进行的 专利侵权判定的前提 如果说 你认为别人侵犯了 你的专利权 那你首先得证明 你想有这个专利权 对吧 而且你要证明 他使用了你这个专利权 那所以说呢 你首先得把这个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确定下来 确定下来之后呢 然后呢 如果别人用了 你可以呢 说 你看 这里面呢 是我的专利权 他没有进过 同意和许可 然后呢 才使用 侵犯了我的这个专利权了 那如果要是说呢 这个保护范围就没确定下来 甚至呢 就是说呢 人家使用的就不是你的 这个保护范围内的东西 那根本就没有侵犯你的专利权 对吧 好 第三呢 是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呢 还关系到呢 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 这样一个利益的平衡 这样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第一个问题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呢 我们呢 在前面 就是说呢 知识产权的特征那块 尤其是时间性那块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 简单说呢 就是知识产权呢 它呢 要解决一个永恒的话题 就是第一个呢 是知识创造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创造了人的 这样一个权力的 这个保护问题 如果呢 知识产权人 在咱们这里呢 就是专利权人 他的权力范围很大 那相应的 就是社会公众啊 他的权益呢 就会少了 对吧 因为呢 他的权力范围越大 那因为说呢 这个公众呢 能够直接使用 也就不经过 他的同意和许可 可以使用的这种知识产品呢 就越小 反过来呢 如果呢 他的这个 保护范围越小 或者说呢 他的专利权的权力内容呢 越小 那么这样以来呢 这个社会公众啊 他的这个利益呢 就相应的扩大了 对吧 两者呢 是一个此消彼长的 这样一个关系啊 也就是说 在他专利权之外的这种情况 那么他呢 不具有的独占性 那么社会公众呢 是可以呢 直接去使用的 是个公共的知识产品 公共的这个财富 所以说呢 这呢 也会涉及到 这个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 这样一个利益平衡 对于这三个作用呢 就是大家呢 要做到熟悉啊 当然呢 建议大家呢 是以理解为主 在理解的基础上 来去呢 进行记忆 好 下面呢 是第二个知识点 也是呢 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专利权保护范围的 确定原则 就是专利权保护范围 确定呢 它的意义这么大 是吧 它的作用呢 这么重要 那么怎么样来去确定 一个专利权人 他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呢 那么对此呢 我们说呢 有不同的做法 存在着三种的理论啊 或者说呢 存在着三种的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呢 被称为呢 中心限定原则 第二种呢 被称为呢 周边限定原则 第三种呢 是折中原则 那么其中折中原则呢 从这个名称啊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基本上就是将中心限定原则和周边限定原则两者优点呢 都呢 聚拢过来 是吧 把缺点呢 都给它呢 剔除出去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三个原则呢 第一呢 大家得知道 是吧 第二个呢 大家得知道 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第三个呢 大家得知道 三个原则 它们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第四个呢 大家呢 还得知道 我们国家采用的是哪种原则 对吧 有三种原则 那我们国家到底采用的是中心限定啊 周边限定啊 还是呢 这种原则 对于这四个问题呢 大家如果把握了 那咱们说呢 这一块 大家基本上也就掌握了 首先来看呢 中心限定原则 什么是中心限定原则呢 所谓的中心限定原则呢 它是说呀 在确定这个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时候呢 它呢 并不拘泥于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 而是呢 将权力要求书作为呢 保护范围的中心 全面的考虑呢 发明了目的性质 以及呢 说明书和复图 把中心周围 一定范围内的技术特征 或者呢 技术方案呢 都纳入到专利权的 这样一个保护范围 这叫呢 中心限定原则 那这儿呢 我们说呢 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呢 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 大家想想 为什么是提到了 这个权力要求书呢 我们在第二章讲到呢 这个专利申请文件的时候 我们说呢 这个专利 尤其是发明和实用信息 它呢 在申请的时候 有一个权力要求书 权力要求书的内容是什么呀 是界定 权力它的保护范围 是吧 就是发明和实用信息 它的这个专利的保护范围 所以说这儿呢 就是说呢 并不拘泥于 这个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 如果拘泥于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的话 意味着说呢 你写了 那这就是你的保护范围 如果你要是没写 那这个呢 就不是你的权力保护范围了 那么中心限定原则呢 由于它不拘泥于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 换句话说 就是啊 在这个权力要求书中 它可能呢 没写啊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说 它就不受保护了 是吧 那么它呢 可以通过啊 一些的扩张 或者解释的这样一种方式 将那些呢 在权力要求中 没有写 或者没有要求的权力内容 然后呢 通过呢 扩张解释的方式呢 把它纳入到 专利权人的权力保护范围里面 那从这个描述的过程 大家也可以看出 它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是什么呢 优点呢 它呢 对专利权人有利 为什么对专利权人有利呢 因为呢 它呢 可以为专利权人提供的 尽可能大的这样一种保护 防止呢 有人的利用呢 申请文件撰写的这个漏洞 来去呢 规避相应的这种呢 责任追究 所谓的责任追究 就是所谓的侵权责任了 降低了 对专利申请文件的 撰写要求 为什么说 降低了 对申请文件的撰写要求呢 因为权力要求书啊 它呢 不必进行的高度的抽象和概括 即使呢 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在权力要求书中写入 那么也有可能呢 在将来的侵权速度中呢 获得保护 对吧 简单说呢 就是两块 是吧 一块呢 就是说呢 它可以呢 给专利权人呢 提供尽可能大的保护 因为呢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它不基于你 那个权力要求书的文字记载 它没写进去 但是呢 也可能被纳入到 它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里面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说呢 对于一个专利权人而言 那么它在申请的时候 那么它呢 对于权力要求书的要求啊 就没那么高了 换句话说呢 它即便写的不够准确 是吧 写的呢 不是那么的严谨 那么后面呢 也是可以呢 通过呢 这种解释的方式 然后把它纳入到这个 它的权力保护范围里面的 那弊端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权力保护范围 它确定的一个意义 其中有一个 就是呢 平衡社会公众和权力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儿呢 咱们说呢 它对专利权人有利 那相应的对社会公众 肯定就不利了 对吧 那么它呢 会导致呢 专利权保护范围呢 比较的模糊 这么大的不确定性 而且呢 过度的扩大解释 对社会公众来说呢 是有些的不公平的 也会阻碍呢 科技的这种创新发展 保护范围比较模糊的原因是因为呢 由于那些没写在权力要求书里面呢 它也可能呢 被纳入到 这个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里面 那么对社会公众而言 它能够接触到的 就是呢 申请的时候提交的这个权力要求书 那原则上 人家应该是根据你这个权力要求书 来判断哪个是专利权人的权力保护范围的 但是现在看了这个申请文件之后 然后呢按照这个申请文件 然后去判断 然后呢去进行的这个行为 最终呢 却可能被认定为是一个侵权行为 那么这就会使社会公众啊 处于一个呢 无所适从的这样一个境地 他不知道 按照哪个标准来去判断 哪些是专利权人 他的权力的内容 哪些是专利权人 他的保护范围 对吧 所以说这儿呢 就是大家还是要去理解 优点和缺点呢 其实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吧 大家如果理解的优点 那币端自然而然也就理解了 这是呢中心限定原则 好下面呢咱们来看呢 周边限定原则啊 周边限定原则呢 与中心限定原则呢 刚好啊是相反的 为什么说两者呢 是刚好相反的 咱们来看一下周边限定原则的含义 一看你就明白了 什么是周边限定原则呢 他是说在确定的专选保护范围的时候呢 他呢是严格的 以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呢 为依据 不允许对权力要求书 做任何其他的这种呢 扩展的解释 权力要求中文字记载的内容 就是呢 专利权保护的这样一个最大的范围 简单的说 就是呢 你在申请的时候啊 你那个权力要求书里面写的 或者说你要求的权力是什么 那么要求的权力就是呢 你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如果呢 你在其他方面有这样一个技术 但是呢 你没写到这个要求的权力里面 那这个权力呢 或者说呢 这个技术呢 它也不是你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这就是咱们说的周边限定原则 那么他呢 跟中心限定原则最大的区别 说白了 就是呢 是否允许呢 对权力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呢 做扩张这种解释 在中心限定原则的情况下 他没写的也可以呢 通过解释的方式 纳入到权力保护范围里面 但是呢 根据呢周边限定原则呢 刚好相反 你没写啊 那就没有这个权力 你写了 那才有这个权力 不允许呢 做任何的扩张解释 所以说呢 对于呢 周边限定原则呀 就是说这种理解呢 对于我们前面学习的 这个中心限定原则的理解呢 其实呢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你也可以从 周边限定原则的角度 来去呢 理解啊 那个中心限定原则 那么周边限定原则 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 从它的这个含义里面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 看得出来 对吧 那么它的优点呢 就是呢 对社会公众呢 有利 这个有利呢 表现在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它限制了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为的扩大 另一方面呢 能够为社会公众呢 清晰的呈现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降低的不确定性 中心限定原则的情况下呢 它的弊端是呢 它的保护范围呢 具有的模糊性 那么周边限定原则呢 它的优点呢 恰恰是降低了这个不确定性 而且呢 向社会公众情 其的呈现了专利的保护范围 因为呢 很简单 对吧 它的权力保护范围就是那个权力要求书里面 记载的那个内容 所以说社会公众呢 一看这个权力要求书 那就可以非常清楚 明确的界定 这个专利权保护范围是什么 然后呢 没写的 那我呢 就可以呢 大胆的去使用了 对吧 那因为呢 我使用了也不会构成对它的侵权 不像呢 中心限定原则那样 必要的模糊 是吧 然后呢 还可以通过扩大的解释呢 纳入到里面 我看了这个权力要求书之后 我也不能够确定 这个 没写入到权力要求里面的这种技术方案 我到底呢 能不能够用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它限制了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为扩大 由于它不能扩大 那就意味着说呢 相应的扩大了社会公众 它能够使用的公共知识产品的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说呢 它呢 对社会公众呢 是有利的 对吧 那对于社会公众有利的话 那反过来对专利权人肯定就不利了 是吧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弊端 那么存在呢 对专利权保护不利的这个缺点 表现的两个方面啊 一个呢 就是呢 一项非常好的发明创造呢 可能呢 由于呢 专利申请文件 撰写上的这样一个疏漏啊 导致呢 得不到的有效的专利的保护 那么相较于呢 中期限定原则呢 该原则呢 对专利申请文件啊 撰写呢 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换句话说呢 有可能 一个发明人 然后呢 经过自己的这样一个智力活动 的确呢 创造出来一个技术方案 但是呢 由于呢 他不太擅长 或者说不太懂 怎么去写这个 专利申请的这个文件 那么在权利要求书的时候呢 可能写的呢 不够严谨 把一个呢 本应该受到保护的 然后呢 给遗漏掉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反倒呢 不能够获得这种保护 那这样一来呢 对专利权人 那就不太利了 反过来呢 那就要求 如果专利权人想要获得呢 最大程度的保护 那么他呢 在专利申请的时候 尤其是在权利要求书撰写的时候 一定要自贞俱拙 如果呢 不自贞俱拙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导致呢 自己呢 本来应该想要的权利呢 然后呢 不能够得到法律上的这个确认 不能够得到的保护 是吧 所以说呢 这是咱们周边限令原则 它的弊端 那接下来呢 是折中原则 折中原则呢 相对而言啊 就容易理解了 那他呢 就是呢 咱们说呢 取长不短 对吧 他呢 是说 在确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时候呢 既以权利要求书为依据 但是呢 又不完全的局限于权利要求书中的文字记载 而是呢 根据说明书 即附图 现有技术 专利 对现有技术所做的贡献等因素呢 合理的去确定呢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简单的说呢 就是他呀 把中心限令原则和周边限令原则呢 进行一个结合 那这个结合体现在呢 两个方面啊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来看一下 哪块体现的是呢 周边限令原则 哪块体现的是中心限令原则呢 他说既以呢 权利要求书为依据 那这句话体现的是谁呀 体现的是周边限令原则 对吧 因为周边限令原则的时候呢 他呢 要求严格的以呢 权利要求书为依据 对吧 那这块呢 他体现的是呢 周边限令原则 后面部分呢 体现的是中心限令原则 也就是说呢 他允许呢 对权利要求书里面的内容呢 通过解释的方式 来去呢 适当的扩大 是吧 或者说呢 是那些没有写在权利要求书的内容 那可以通过呢 对说明书等其他文件的这种记载 他的这个解释 来去呢 确定他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那也就意味着说 有可能他呢 在权利要求书里面没写啊 但是呢 通过解释的方式 也可以呢 把它纳入到这个权利保护的范围里面 是吧 就是这儿呢 是周边限令原则 这儿呢 是中心限令原则 它的一个体现啊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那肯定就是 弥补了中心限令原则的缺点 弥补了这个 周边限令原则 它的缺点啊 对吧 那这种原则呢 既不拘泥于权利要求书的文字 自己来 又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不合理的这种扩大 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不公 在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呢 较好的找到了这种呢 利益的平衡点 这是它的优点了 那目前呢 全球主要的国家 采用的是哪种原则呢 是这种原则啊 来去确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对这句话呀 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就这句话它呢 是可能作为一个考点来去出现的 虽然比较简单 那另外呢 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哪种原则呢 我们国家呢 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是保持一致的 也采纳的是折中原则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国家的专利法的第64条 那这里的专利法呢 是修订后的专利法啊 就是说呢 2020年呢 专利法呢 是做了修订的 那么修订之后的第64条规定呢 发明或者实用信息专利权 它的保护范围呢 是以权力要求书的内容为准 然后呢 说明书及附图呢 是可以呢 用于解释权力要求的内容的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呢 是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 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 简要说明呢 是可以呢 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 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的 那么其中 前面部分呢 体现的是呢 咱们说的周边限定原则 后面呢 解释部分体现的是中心限定原则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折中的这种方式 好 看一道案例题 那么这个题呢 是2020年的一道真题 是考的一道案例 那这道题呢 看起来题目非常长 但是其实呢 它考的非常简单 不要被它的表象所 这个下导 或者说误导 看一下 它说某一个专利文献信息 详情如下 公开号发明的名称 然后呢 权力的要求 是吧 那然后呢 一怎么怎么样的 是吧 完了之后 他问的是呢 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保护范围 适合采用什么原则 然后呢 A呢 周边限定 B呢 折中原则 C呢 整体原则 D呢 中心限定原则 考了这么多 其实说白了 考的内容是啥呀 就是我们国家 对于 实用新型 它的这个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确定的采取的是哪种原则 对吧 那我们采取的是 折中原则嘛 是吧 所以本期直接选 B就可以了 看起来非常的长 但它其实考的考点呢 就是 我们国家采用的是哪种呢 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原则 然后再来看一道呢 单选题 说的关于呢 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原则 下列说法呢 正确的有 A呢 说呢 中心限定原则呢 对社会公众较有利 这个表示对吗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对吧 中心限定原则呢 它允许呢 对这个保护范围呢 进行扩大解释 所以说呢 它呢 对专利权人是有利的 对呢 那个权利要求书的撰写要求呢 反倒是比较的低的 就是要求不高 至少 对吧 那B呢 中心限定原则呢 对专利权人较为有利 这个表示对吗 这个表述也是错的 是吧 刚好相反 周边限定原则呢 对于呢 社会公众呢 是有利的 对专利权人的要求呢 是比较苛刻的 它要求呢 专利权人在申请的时候啊 那个权利要求书 一定要写的比较的准确 是吧 写完之后 那咱们说呢 就确定下来了 就说这就是你的权利范围了 C呢 周边限定原则认为 专利法所保护的呢 是专利权利要求书 限定的技术方案 这个表述对吗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是吧 它呢 是对周边限定原则 含义的这么一个 直接的解释和考察 那么D呢 周边限定原则 对专利要求书的要求不高 表示对吗 表示错误 对吧 那么它呢 对要求书的要求 反倒是什么呀 反倒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 选择是呢 C 那这儿呢 就是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不同的原则呀 它呢 优点是什么 弊端是什么 对吧 那这个呢 大家也要掌握 另外呢 就是它的含义 那大家也得 能够判断出来啊 好 这是呢 第一个知识点了 realidade 哦 你说 第二个知识点钱 为主